略显有些平庸 难以跻身世界前列 但是新世纪以来 阿联酋似乎在军事发展方面突然开始加厉 连续几笔天价订单 让人们仿佛看到一只强大的军事力量 正在中东地区崛起 前不久 迪拜航展上 曾经我们也说到出现了 中美欧隐身战机大聚会的奇观 而就在最近阿联酋和美国的军火上 再次签署了一笔军购订单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笔订单的主角竟然只是一款 农家乐飞机 深邃神秘的高档黑色线条 大气奢华的土豪金机身涂装 在2015年迪拜航展上 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 在空中奋力翻滚 做出多个高难度飞行表演动作的同时 其看似华丽的飞机涂装 也同样吸引了在场观众的目标 骑士表演队的精彩演出 从设计到效果 无时无刻都透露出土豪的气息 实际上 作为世界军购市场上 公认的土豪级买家 阿联酋在购买先进战机的事情上 可以说花钱从不手软 凭借着本国丰富的石油产量 令阿联酋可以拥有充足的军事预算 来进行支付 据有关数据统计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仅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生产的F-16战斗机 阿联酋就已经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在他的下一步采购计划中 甚至包括两亿美元一架的F-35 然而 就是这个出手十分阔绰的国家 如今却一改土豪本作 意料之外的 对一款农场出身的轻型作战飞机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据西方媒体报道 就在这届迪拜航展上 阿联酋特种部队作战司令部 已经向美国空中拖拉机公司 订购了24架AT-802型飞机 这款飞机一直以良好的 农用和消防性能修成 在经过升级改造之后 这24架AT-802飞机 将编入阿联酋空军 使阿联酋成为全球首个 用该机型飞机 执行军事任务的国家 这种飞机别看它不好看 而且显着很简陋 但是很实用 它的航速并不高 作战高度也很低 但是它可以凭借自己的低航速 和精确的打击效果 对地面这些反游机性质的 并不规则的作战目标 发动强大的攻击 所以这种作战效果 有可能是它正在追求的 所以这种飞机虽然并不高端 但是有可能很实用 虽然说传统的土豪 购买这样一款飞机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但是话说回来 其实这架飞机 那也是大有来头 并且被称为是 农转军的典型代表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在2009年举行的巴黎航展上 一项专攻农村市场的 美国空中拖拉机公司 做出了一项大胆的举动 对自己旗下一款 已经生产了2000多架的 AT-802农用飞机 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 并为改装后的新型号 取名为AT-802 声称这款飞机能够进入战场 对地面部队进行直接火力支援 实际上 空中拖拉机公司 生产农业飞机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 它生产的一系列农用飞机 都具有世界好 操作轻便 机动性能优秀等特点 除在美国被大量使用之外 还出口到加拿大 南非 澳大利亚 西班牙 韩国等世界多个国家 而在出口的多个飞机型号中 AT-802的销售业绩 则最为亮点 作为一款性价比很高的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AT-802机长10.49米 翼展18米 有效载荷为3700亿斤 虽然经过改装的AT-802U型号 依然沿用了单发涡轮 螺旋桨飞机的机体结构 与目前世界上多国普遍采用的 喷气式战斗机相比 显得有些另类 但这却并不影响 AT-802的军事应用前景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与喷气式战斗机相比 身为涡轮螺旋桨飞机的AT-802 转弯半径更小 低空低速操纵性能也更好 再加上其具备燃油装扎量大的优势 可以保证AT-802 在目标上空盘旋超过十个小时 这意味着 它能够长时间在战场上空徘徊和监视 一旦地面部队呼叫 立即赶过来投入支援 而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使得AT-802刚好与环恐等非对称 非常规作战的要求相符合 成本相对来说较低一些 再加之它能够使用一定的武器装备 来对这种极端恐怖组织进行打击 所以阿联酋看到了这些优点 又考虑到自己的专业的飞行员数量 也不是那么多 那么我可以考虑考虑把它买过来 培训我其他的非专业人员 也能够使用这种飞机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可以参与反恐的军事行动之中 那么不管说这个AT-802 到了阿联酋之后 究竟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AT-802现在确定无疑的是 走上它的从军之路 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 类似的军购也不是一次两次 几年前阿联酋也曾经爆出两笔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超级军购 2014年12月1日 为庆祝阿联酋建国43周年 阿联酋武装部队 在阿普扎比的海滨大道 举行了盛大的军力证实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由支奴干阿帕奇 和英组成的直升机编队呼响飞来 随后一朵朵散发从天而降 紧接着空中响起了巨大的空音声 响于阿联酋国内外的 骑士飞行表演队震撼亮相 这个由7架MB339型 高级喷气式教练机组成的 空中表演队 在空中上演了各种精彩刺激的 飞行表演 随后随着飞机拉烟器拉出 红绿白黑四种与阿联酋国旗 相同的颜色的彩原 引得现场观众不断喝彩 把当天的展示活动推向了高潮 在此次军力展示活动上 不仅空中有从美国采购的F16战机 从法国采购的幻影2000战斗机 在地面展示中 阿联酋更是将从俄罗斯采购的 BMP3装甲车 铠甲S1弹炮综合航空系统 与观众见面 而在这之后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 阿联酋陆战王牌 勒克莱尔和M1A2坦克 也同时亮相 据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沙特和伊朗为首的各国 纷纷从美俄采购了 大量先进的主战坦克 阿联酋也不敢落后 在评估了一系列主战坦克之后 最终决定 购买390辆 如法国研发制造的 勒克莱尔主战坦克 这笔交易 也是法国有史以来 经营最大的一笔军购定单 然而 就在合同签订后不久 阿联酋军方 故与美国达成协议 引进了一批M1A2主战坦克 阿联酋这笔交易 一经曝光 就遭到了外界的强烈质疑 有分析人士称 这两坷坦克在性能上 并没有影响差别 勒克莱尔在个别方面 是只要超越美国的 M1A2主战坦克 阿联酋这种多次一举的做法 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可能首先是正面理解 就是让武器装备多元化 然后把不同国家的先进技术 都学到手 比如美国的M1A2系列 标准的美国制造 平油装甲 平油带 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眼界 更加开阔 所以现在表面是买坦克 买飞机 实际上是买这些国家 对自己的保护 因为这些国家 空中地面钢铁翅膀的范围 足以覆盖阿联酋 我们也看到 阿联酋其实还是希望 从各个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 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但是很有可能在实战当中 各国它的目的 这种军事装备集合在一起 反而还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过我们讲 回到野门战争 我们会发现 尽管阿联酋有很多 先进的武器装备 但是实战当中 它的表现非但没有起到作用 反倒是让它颜面尽失 而阿联酋自己也想到过 它要自主研发一些武器装备 但是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平坦 2013年2月17日 第11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正式召开 51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1112家厂商 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招牌武器 不过 在展台的另一边 一个庞然大物 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它就是阿联酋自行研发的 约巴龙火箭炮 火箭炮 是阿联酋塔瓦宗公司 自行研发的新型火箭炮 长29米 宽4米 高3.8米 战斗权重105吨 用美国阿什卡什公司的 重型装备输送车 作为牵引车 在一辆十轮半拖车上 装有四组土耳其 阿斯兰公司的发射单元 功可携载240枚 122毫米 或者107毫米火箭弹 该火箭炮 配有计算机火控系统 还可以通过安装GPS 惯性导航系统 来提高射击筋动 该火箭炮有三名成员 包括车长 导航员 及驾驶员 即可采用自主操控作战模式 又可集成到更高一级 炮兵火控系统 按照参展的阿联酋 塔瓦尊公司 对记者的解释称 约巴龙射击的初衷 是用于对付 干险低于1.5米的小型快艇 阿联酋 北宾波斯湾 海岸线长达734千米 正在遭到 非传统海上安全威胁 对于小型快艇 必须依靠短时间 大面积 覆盖性射击来应付 然而 有业内人士表示 约巴龙火箭炮的前景 并不明朗 将四门火箭炮串联在一起 并不能提高 战场上的发射密度 而且对于其体积 过于庞大 激动性差 一旦投入实战 则很有可能成为 敌方的优先打击的项目 那么除了刚刚短片里 提到这款非常凶悍的 约巴龙火箭炮之外 应该说 另外一款护卫舰 也是阿军的代表 只不过 这艘护卫舰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16家公司的 先进技术 2014年2月15日 阿布扎比造船场内 阿联酋海军的新型 拜努纳吉轻型护卫舰 在媒体的关注下 缓缓下水 它的出现在本部平静的波斯湾 又将掀起护衔波兰 据悉 拜努纳吉是阿联酋海军 视巨资建造的一级 全新轻型导弹护卫舰 它体型小 战斗力强 具备在波斯湾 持续进行海上 多种作战任务的能力 该舰采用了先进的 推进系统和综合隐身设计 被认为是目前海湾地区 最为先进的隐身轻型护卫舰 然而 拜努纳吉轻型护卫舰 虽然及先进技术 于一身 但是这些技术的拥有者 并非阿联酋 其中 主要负责防空的进程 改进型海麻雀导弹 由美国雷声公司提供 而反舰导弹 则引进欧洲导弹公司的 MBDA越海攻击反舰导弹 不仅如此 它的综合舰桥系统 来源于加拿大CAE公司 雷达系统 则来自瑞典爱立信微波系统分析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拜努纳吉轻型护卫舰 不过是阿联酋拿来主义的代理所 这些舰载系统 虽然都采用世界的顶级技术 但是要像这些技术 完美融合在一起 则非常困难 改建是否能达到阿联酋的预期 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作为中东地区的石油复国 阿联酋在购买先进装备方面 从不吝啬 他手中的武器几乎难过了 世界上所有名牌 然而 这些先进武器装备 并没有给他带来 强大的军事实力 相反 却在参与野门内战的过程中 被打得灰头土脸 如今 阿联酋把采购的目标 从高大上的喷气式战机 转移到物美价廉的AT-802 或许意味着 他正准备走一条 更适合自己的道路